好 謝謝家事連線報導 另外一個現場來看到是 交通部長葉光石 已經要求遠通在六月底前 要完成收費員轉職 眼看時間倒數計時了 不過現在還是有近五成的收費員 處於失業狀態 我們立刻連線給記者周宜德 告訴大家目前的最新狀況 沒有辦法保證 好 主播 觀眾 你來看的是 今天全台有雨 所以戶外的溫度很低 但是聚集在交通部前面的 這些失業的收費員 他們比氣溫更加的寒心 因為長期受到了交通部 以及遠通的漠視 從去年年底轉職 到現在將近還有一半的收費員 也就是超過249位的收費員 到現在五個月了還是失業 原因就是出在遠通 他提供的這些職缺轉職 雖然開出來的是漂亮名單 像是很多知名的電腦公司 大廠或者是營業員 像是證據公司的營業員 但是這中間有一半以上 都需要大學的學域 對於很多收費員 他們只有高中學歷 這樣的門檻太高了 好 不只的是這個大學的學歷 甚至有一半以上 都需要專業的證照 像是營業員 還必須要有 這個兩年以上的工作經驗 對於現在求職若可的 他們現在非常迫切 需要一份工作 對於他們這樣的一個轉職 真的是門檻太高了 來聽一下這個稍早的訪問 學歷上的要求 經驗上的要求 然後包括要陰打 要中打等等 然後到最近呢 因為轉職的過程 大家平民說要雕南跟五路之後 就選擇不願意去轉職了 那不願意轉職過程中 因為交通部要幫遠通擦屁股 就是說他在6月30號之前 要到達這個媒合率 所以最近就把那個轉職的門檻又拿掉了 但是呢 我們知道很多這個收費員 轉職到這個相關的遠通的工作之後 譬如說摩斯漢堡 譬如說愛買等等 那所有的狀況裡面 就很多職場上的霸凌 譬如說叫你超時工作 但是不給加班費 然後譬如說叫你做收費員 我們也看到今天事業的收費員 現在聚集在交通部前抗議 今天是淋著雨 他們是不辭辛苦的 是從全台聚集而來 但是也因為有了上回的經驗 有些收費員在上一回 這個衝進交通部裡面 佔據交通部的大廳 所以今天也引起了警力 非常的緊繃 那麼現場部署了 將近有100名的警力 將交通部的大門團團圍住 就是怕有任何的擦槍 走火的事前發生 不過目前為止呢 整個這個秩序還算是平和的 而告訴您目前呢 還有249位的這個失業員 失業5個月了 交通部雖然之前說重話 必須要在6月底前 全部轉職完成 否則就是預罰 這個遠通50萬 不過目前呢 遠通似乎還沒有提出 很好的一個配套作詞 主播 好謝謝 謝謝你